其实刚才在台上 我说完那些话之后 我特别怕爱你嘛 为什么 因为自从上次收购事件之后 我答应你要好好做人的 现在我不当人 呵呵 这时候的陆思诚 已经开始用工作人员的货 在忽悠当时遇到他们的姐妹了 大家注意 这是同打几来ZGDXCD的第一天啊 第一天就让队长大人 开着阿斯顿马上带着光超市 是 这什么水瓶 别不是带的吗 好表啊 当时我就觉得她在杨神面前 旁若无人的跪舔成格 很居心不良了 是啊是啊 太恶心了 有了新欢忘了旧爱 听队没几天打热爱可碰到杨神 同打几时怎么跪舔路四成的 估计不用我帮大家回忆了吧 这段回 可古代绝对是黄贵妃级别的呀 怎么找到男朋友吗 别把脏水都泼在女的身上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一个骚一个箭 他们这不都是一拍集合吗 难道陆思诚是证人君子的话 是啊 同打几还能硬拉着弹脑袋亲自己 就这样也不会接近陆思诚 一步步走进她的心 同打几终于打到目的 同此君王不早朝 可惜我 这台恋爱 打野和上单闹不顿 现在没有加入过ZGDX战队 ZGDX战队 今天还能冲刺全国总决赛吗 ZGDX要完立铁为正 从她几十二位之后 ZGDX水准大幅下降 果不其然 竟然被阿弗尔爆打迎来首败 按照这种态势 这个赛季ZGDX夺冠无望了 大家赶紧投成其他战队吧 何必粉一个ADC和中单恋爱脑 大过天的战队呢 我去跟公司商量一下 把这些负面的帖子 都先删了 然后大家也注意一下 最近就别二手接了 什么微博啊 竞选养殖场啊 论坛啊 都先别看了 这也是为了大家好 少上网 把注意力放在比赛上 不要看那些有的没的 不然会影响比赛心态 看不看手机没所谓 只要下一场比赛 能赢就行 到时候他们就会闭上嘴巴 踮进是用手 不是用嘴 听明白了吗 嗯 手务不在先生 童谣你千万先去一下对面上瘾 收到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一比零啊 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的 ZGDX能否乘胜追击一鼓作气 直接拿下比赛的胜利呢 看到场上目前双方 正在进行对线的消耗 嗯 这局ZGDX相较于上局来说 打得更稳了 是的 不知道Fanatic要如何应对呢 在上一局的比赛当中啊 Smiling真的是一顿时间操作猛如虎 打得对面真是虎啊 Fanatic四个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已经血量见底了 不愧是女法王Smiling啊 名副其实 看来今天啊 有可能是她的战场 是的 躺起来 来一波小规模抗战 来了 收到 完 上 小胖抗战 漂亮 这一波 这一波 追 小胖跟我 来了 我来了 我说什么来着 今天的战场果然是Smiling的 最后一波团面不但保护了Chassman 而且还收了人头 好 让我们恭喜ZGDX 再下一场拿下比赛 好 感谢ZGDX今天双C的完美配合 给我们带来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 没错 而且开局的三大神器 是绝对没有让我们失望 我们也是再次恭喜ZGDX 拿下比赛 恭喜 恭喜 走吧 走了 走了 恭喜ZGDX战队 有惊无险拿下本局比赛的胜利 恭喜Smiling连续两局拿下比赛的MVP 谢谢 那再次回归到小组内战的感觉如何呢 挺好的 因为之前外面节奏比较多 导致大家都有一点沮丧和紧张 相信在这场比赛之后会有所缓解 我们看到本周ZGDX战队的打法上 其实是有一些调整的 指挥似乎也不只是诚哥一个人 请问是在这个方面有做什么调整呢 对 有做一些调整 还在磨合中 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嗯 是要换指挥吗 我们的爸爸还是我们的爸爸 如果要换指挥的话 除非从他尸体上跨过去 那最近网络上对于ZGDX队长对粉丝的回击 我们知道也让你受到了很多的质疑 对此你有什么想对你的队友和粉丝说的吗 两场MVP 你们也就是为了问这个吧 Smartie 加油 加油啊 我们永远支持你 加油Smartie 我们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 永远支持你 加油 你是最棒的 Smartie 最棒 我不知道 我今天站在这里 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去回答这个问题 打了半个赛季的比赛 做了半个赛季的队友 我想 我应该知道ZGDX 陆思诚 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在场的各位 应该也都知道 有一天 能够身披五星红旗 站在世界舞台的巅峰 举起我们梦寐以求的奖杯 在那之前 身披荆棘也好 脚踏制杀也罢 作为ZGDX的队长 被所有人寄予厚望和期待 他应该承受 他愿意承受 他也必须承受 恳请一些粉丝 你们爱护陆思诚的心情 我们能够理解 但是电子竞技 没有成绩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仰慕的选手 是那个站在舞台上耀眼的他 还是只是因为长得有点高 又有点帅 这一点要分清楚 我知道 网络上对于电竞圈的女性 一直都不是很友好 很多妹子都在努力改变这些现状 但是我想问问你们 在我们努力打乱和训练 看比赛 分析战局的时候 你们又在干什么 你又在干什么 就说这么多吧 说多了 我一会儿我又要被骂了 但是以上言论 若有得罪 我不后悔 谢谢 辛苦了 他挺有语气 我觉得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你怎么在这儿 吓死我了 你说我怎么在这儿 全是狠 没那个胆子就不要说那种话 说了又害怕 我刚看你下台 都怪同手同脚 你别说了 我这都是为了谁啊 其实刚才在台上 我说完那些话之后 我特别怕爱你嘛 为什么 因为自从上次收购的事件之后 我答应你要好好做人的 现在我不当人 你的学乎还挺高 对啊 不过 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 我听不懂 你的学习 你